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要抱怨 而且这很有可能很快就会发生 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8月初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日本自卫队将在必要时与日本海岸警卫队联手坚定的行动 不过他拒绝提供细节 他说我们不想把底牌展示出来 作者称 长期以来许多西方观察家一直认为 尽管日本对军事问题保持沉默 但如果将其逼入角落 他将会战斗 失去领土 可能性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角落 尽管存在着缺点 但日本自卫队特别是拥有高度专业化的水面舰艇 潜艇和反潜部队的海上自卫队 仍然具有强大的作战实力 但是也许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该文的作者是格兰特纽瑟恩 是一位已经退休的海军陆战队军官和前美国外交官 目前是日本战略研究论坛和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文章称 在日本或者更准确的说 在其能够做出决定的政客和商人群体中 可能没有采取行动来保卫钓鱼岛的意图 如果中国崛起势不可挡 东京很可能会将该地区拱手让给中国 日本当然会抱怨 但是他会开火吗 还是会认为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代价将远远超过这些海中岩石的价值 一名刚刚退休的日本自卫队军官最近确信了他的理念 他的说法是 即使钓鱼岛被中国占领 日本政府也不会选择战争 他解释道 对不起 日本的政治家认为这些事情 他指的是钓鱼岛和被韩国控制的主导 不是军事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 作者称同意他的观点 日本人虽然会有所抵触 但作者的猜测是 如果将中国赶走的唯一办法是开火 那么日本是不会这么做的 假设中国没有先开火 只是派船停靠 甚至派人登上钓鱼岛 那么日本人会怎么办 那位退休的日本自卫队军官说 日本政府可能无能为力 当然 有些日本人 包括执政的自民党派系和日本自卫队的大多数成员 认为日本应该捍卫他声称的领土 如果日本领导人正在考虑放手 他们将无法公开宣布这一点 一方面 日本的公众可能会感到愤怒 但是在日本 公民的意见并不总是很重要 作者称 有人怀疑日本有限公司可能处于钓鱼岛不值得一战的阵营当中 安倍晋三政府最近拨款20亿美元 帮助日本公司将业务转移出中国 但是某一天 作者的一位日本朋友说 日本强大的商业联合会即将发出呼吁 要求与中国建立更深的经济联系 同时引用了中国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后 经济微型复苏的事实 日本领先的丰田汽车公司计划全力投入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 毫无疑问 这并非日本独有 华尔街和美国商业团体也曾向美国历届政府施压 要求维持与中国的关系数十年 公平地说 日本并没有忽视国防 但它的动机似乎是希望中国以某种方式被吓走 或失去对钓鱼岛的兴趣 日本的国防开支增长不多 征兵不足 各个军种不能轻松地一起行动 日本自制的隐形战斗机计划于2035年投入使用 日本政府仍然不清楚是该建设导弹防御系统还是应该进攻 日本陆上自卫队更靠近钓鱼岛 它正在日本南部的几个岛屿上修建堡垒 并安装反舰导弹和防空系统 日本海上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附近勤奋的巡逻 日本航空自卫队拦截了接近日本领空的中国军用飞机 但是这些活动是脱节和被动的 并没有连贯的防御计划 而且日本舰艇和飞机的数量差距已经被中国拉得越来越远 从东京的角度看 如果日本放弃了钓鱼岛就可以避免眼前的问题 那美国应该怎么办 美军行动的假设是美日双方都尽自己的力量捍卫日本的领土完整 放弃钓鱼岛将引发美国对日本的可靠性的承诺和怀疑 并使美日在东海和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复杂化 如果新任美国驻日大使抵达东京 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向日本人询问他们对钓鱼岛的想法 小编认为看来日本人是活明白了 知道钓鱼岛问题是政治问题 准确的说是历史问题 领土问题倒还在其次 毕竟这块岩石近一百年来日本人还在上面住过 但是美国人似乎不明白 这块岩石背后是甲午战争 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国运荣辱 中国怎么可能放弃 如果美国能一早劝说日本把钓鱼岛还给中国 说不定后面很多的中美冲突都不存在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